那有民眾在超廂內 拍下這樣子的螢幕 穿著黑色裙子的女子 對著店員大聲咆哮 原來呢 他要收的包裹是林圓的包裹 但是呢 他出示了身分證 跟這個包裹收件人的名字不一樣 所以店員不給領才會爆發口酒 先來看當時畫面 好 就在十四號的下午四點多 這個客人跟店員是發聲了 比較大聲的口角 那麼警方也到場來處理 那麼勸導之後呢 當然這名黑衣女子也是來離開了 但是到超廂領包裹 其實有付款之後正常的流程 就是要看這個身分證上的名字 跟包裹的名字是完全一樣的 才可以來把它領取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紛爭 前景有的紛爭 既然正常的紛爭